美国劳工法规律年年都有新的变更 而今年的新版本《劳工法》海报中 用著名的一些重要的权益 在今天《我该怎么办》系列报道中 华兴保险的专家就要为您解说 注意事项 谢谢主播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华兴保险我该怎么办》的系列报道 在新的一年度也是2015年度 各位大公司的老板们和人事主管 有没有什么事情忘记做了 没错 千万不要忘记贴新的《劳工法》海报 那当然在新的《劳工法》海报里面 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地方 还有哪些该注意的事项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华兴保险的保险专家Emily 来为大家做解说 Emily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Emily我们刚谈到 就是在新的一年2015年的《劳工法》海报里面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跟企业主 都会跟你们去索取这个海报 今年海报到底有什么改变 以及哪一些是你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今年的海报其实跟往年 其实差不多可是有很大一个改变 就是一个重点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年的海报是这样子 上面会写2015年 然后它是蓝色的 上面会写说 The minimum wage是多少 那还有重点我们加上去的是海报上面会有个是 Manatory的Pay Sick Leave 就是说以前雇主没有给员工 如果说请病假那种的 现在是有病假这部分的 那病假是怎么累积呢 是如果员工他有坐满30个小时的话 就可以累积到一个小时的病假 是全付的 那如果说以前雇主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话 现在是有这个雇主一定要执行的 是从7月1号 2015年的7月1号开始有这个病假 那如果说 有很多雇主说 那如果说我以前没有 现在要给怎么办 你的员工一定要帮你做事 就是上班 7月1号之前要上至少30个小时 然后用这个病假呢 一定要在公司上满 90天才可以用这个病假的 是 那Emily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对很多的员工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毕竟很多公司以前 有些公司根本就没有提供 所谓的强制性的全新的病假 那现在不但要提供全新病假 而且事实上 是不是还有一些额外的规定 如果有限生点健康 那他是不是 就是以后还可以用这个病假 这个病假呢 只要是员工他累积下来的病假 他自己accrue的 那不管他自己生病也好 还是说他自己家人生病也好 他必须请病假 来照顾家人的话 其实都可以请的 如果说他这些原因 要请病假 雇主不允许请的话 也不可以的 因为如果说雇主不让员工 请这个病假 他有累积这些 几个小时的病假的话呢 这样子是非法 是就是像是歧视 所以不可以的 好 那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一直在这个单元 一直强调说 其实贴劳工法海报 是很重要的 甚至于贴在什么地方 大家也说 必须有一定的规定 对不对 可不可以再跟大家 再提醒大家一下 为什么劳工法海报 海报就必须贴的地方 跟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因为这个海报 基本上是给员工看的 所以如果说 大家收到我们的海报 请不要把它收起来 把它贴出来 因为上面有很多重点的地方 是给员工看的 不是给客人看的 所以如果说 你们是一个零售店那种的话 你不要贴在外面给客人看 希望就是贴在 员工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像说休息室的地方 员工吃饭的地方 他们可以大家看得到的 就不要把它藏起来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在我们之前谈到 这个劳工法海报 甚至劳工法的 这个相关的话题的时候 其实谈到一个topic 就是Works Con compensation 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曾经听过老板 他在想说 我已经贴了这个劳工海报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 不要买Works Con 反正我的员工 也几乎都不会受伤 我的工作环境是很安全的 那我可以省下这笔钱 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危险 这个是错的概念 你光贴劳工法海报 是不够的 劳工法海报是一定要贴 然后如果不贴 反而会被罚钱 那你贴劳工法海报 你还是要买劳工保险 如果说你们公司 有请员工的话 这个必须一定要买的 不贴劳工法海报的话 会被罚7千块 不买劳工法海报 不买劳工保险的话 可能会被罚到1万块 那除非你们公司 是自己一个family那种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买 可是如果说 你不管你是corporation 你有请员工的话 你有付薪水的话 你一定要买劳工保险保护他们 往往很多客人会问我们说 1099的部分 我是不是该买 这个的话是另外一个话题 1099的部分的话 比较会是地带 我们可以欢迎观众 就是打电话给我们 就是跟我们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好 您刚刚提到一个问题 其实非常重要的 我一定想要请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因为华人的老板 其实最怕被罚款 很多人想要省点钱 想要钻法律漏洞 但如果真的不幸被劳工举查到 没有买Works account保险的时候 到底他的罚则是怎样 是很严重的吗 他罚了还蛮严重的 如果真的是被抓到的时候 没有买劳工保险的话 罚了会到一万块 或限制雇主会坐牢 也说不定 那其实如果说被劳工举查到的话 他们会看你们公司 如果说有很多人的话 或是一两个人的话 他是用人头来算的 是每一个人至少罚到一千五 这样子来算 那他们还会来看 你就说你买了没 那可能会把你们公司 整个shut down 让你不能再营业 等到你买到 劳工保险的为止 所以他们会来查的 会follow up的 Emory 那我讲最后一个问题 我一定要再加问你一个问题 我想您这么长的经验 来服劳劳工保险人员 其works.com这个地区 很多的企业组他们到底 最容易忽略的点在什么地方 或者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地方 在works.com这边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碰到的问题就是 如果他们只有part time 就是半职的员工 是不是一定要买 或者他们也会问说 他们有1099的员工 是不是一定要买 这些其实都要买 因为这对保险公司来说的话 他们都是你的员工 只是你付钱给他们的方式不一样 1099也是你的员工 半职全职都是W2的员工 那些都是你的员工 只要你有跟他有金钱来往 有薪水来往 这些员工的话 你都必须要保的 OK 好 谢谢Emily Emily为大家解释的相当详细 在今年的劳工法海报 以及劳工的新规定上面 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当然也听到Emily所解释 其实各位雇主千万不要 为了省小钱而忽略了 真正该做的事情 因为如果大家忽略的 去投保劳工保险 事实上最后的罚款 会让大家得不偿失 这是我们今天的 华金保险我该总办系的报道 我们先把现场交给方天直播